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今天给大家看看一根小木棍 先别急着观视频 这可不是一般的木头 仔细看看,是不是形状有点奇怪 哎,脚漏现了 看这边貌似有点像螳螂的大刀 接下来我们把这根小木棍扔进水里 哎,动了动了 是不是很神奇 这玩意儿叫水螳螂 学名中华螳蟹村 其实它跟螳螂和蟹子并没有多大关系 看它的学名,它是一种村 对,你没猜错 它是臭大姐的亲戚 不过水螳螂并不臭 一碰它,它又缩回木棍的形状了 这是一种拟态 要是在水草堆里 确实很难发现它的踪迹 水螳螂属肉食型昆虫 别看它瘦得像根竹竿 它可是捕猎的好手 甚至能捕捉比它还大的小鱼 蝌蚪等小动物 这点跟真正的螳螂还是挺像的 把它捞上来 小家伙好像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身为水生昆虫 自然出了水就浑身不自在 其动也变得吃还许多 诶,逃回水里去了 由于时间关系 没能拍摄到它吃小鱼的镜头 以后有机会 一定给大家看看 这玩意儿是如何捕捉小鱼的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